我們先看一下剛剛我們這樣子有做去背效果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塗層的概念 每一個來源都是一個塗層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要 我現在是坐在這個講座的後面 我要拿到講座前面可不可以 跟老師學過任何軟體都一樣 按住它往下拉動 你會發現出現一條線了 表示這個有搭下來 現在我就被它擋住了 被這個 我看一下圖片 對我被這個大的擋住了 我應該拉上來 有沒有這樣就跑到上面來了 剛剛不見 不是真的不見 是被這張 有沒有我的那個背景圖 是不是虛擬場景擋住了 所以其實老師有些時候有需要 你也可以按一下眼睛 就是我暫時不要看到而已 你就可以再把它打開 再把它打開這樣就OK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你塗層的調整 當然你也可以從下面剪掉它 可以從下面剪掉它 可以從下面剪掉它 那第二個呢 您在這邊如果真正 你覺得說我場景已經擺得差不多了 我想要真正開始錄影了 趕快再借用一下 所以這個上這個課運動量會比較大一點 好來過來 你看這樣就好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畢竟我們是用軟體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動作比較快的時候 你好像有看到一點點什麼 藍色有沒有 不要這樣啦 給人家軟體硬體一點點時間 人家要運算 所以你就不要動得太快 OK 那你看 假設我要開始錄影 我們找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開始錄製 在這邊 那麼它預設錄下來是什麼格式 這種格式 叫FLV 有沒有老師知道FLV是什麼格式 不是 現在已經過時的那個格式 那個 哈哈 蛤 不是 不是 Flash Video 我們Flash是FLA 對不對 它原子檔 那那個V是指Flash Video 因為早期 Flash雖然不是標準 但是因為用的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它也發展的那塊 但是呢 這邊錄的預設是那個格式 你看 比如說我現在開始錄了 那我們就要很認真的上課 我現在是對著我的網路攝影機 所以你應該有覺得 我有在看著你吧 哈哈 我在看這一台 這樣了解 其實說真的 老師要錄影的時候 你一定要習慣看螢幕 像我現在這樣看著你 你就不覺得我是在看你 因為我在現場 我是看著現場的大家 這樣了解嗎 好 那現在呢 我這樣錄的差不多了 我就停了 按一下停 好 那你從哪裡去找到你錄影檔案 從左上角這邊 檔案裡面 有沒有叫顯示錄影 從這邊喔 從這個地方 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放在哪裡 我的影片裡面 有沒有一個 我們這邊可以看 是因為有裝了這個 叫做什麼 WLC 這個Media Player 但是一般有些電腦 這個檔案是沒辦法直接播的 怎麼辦 沒有關係 有兩種解決方式 一種就是我來轉檔 那轉檔的話呢 它官方 它就是在這裡 就有提供重新封裝的服務 它可以幫你重新封裝成MP4 第二種方法是 我乾脆直接錄影的時候 我就直接變MP4 對不對 你如果不想要轉檔的話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我現在講的這些 其實都在我部落格上 我有寫 那我就找到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我們後面副檔名是什麼 是MP4 所以我現在就按下 重新封裝 抱歉喔 來不及喝咖啡喔 因為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一下就好了 它已經封裝好了 我重新再打開剛剛那一個 有沒有旁邊多一個了 這樣一般的電腦就可以直接播 我們就打開來看一下吧 我現在錄的大小應該是1280x760 那我你看 比如說我現在開始錄了很清楚 那我們就要很認真地上路 我再對著我的 這樣有看著你了吧 所以你應該覺得 我再看著你了吧 這樣還OK吧齁 所以雖然 我們大家不常上電視 但是你想上電視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 其實 事實上各位你看到我那個 行字圖上面啊 我不是有寫 其實現在學校 除了說老師親自上陣以外 其實訓練小朋友 做校運小主播 也是個很不錯的方式啊 對不對 他可以做演講的訓練也好 或者是 學校有些宣導的時候 讓小朋友試著 用自己的角度去播報新聞 像我記得那個 那個我們的公共電視 沒有公共電視 沒有公共電視 大愛有那個嘛 叫什麼 小主播看天下 有點那種感覺 他可以自己 他不見得播報頻率很高 但是他可以自己做 用他們自己的角度去看 他的一些事情的看法 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 小朋友會特有喜歡玩這個 哈哈 那像這樣子 錄影 我剛剛講的是 要封裝的方法 對不對 如果說您覺得 我一開始就要 錄成MP4 也可以 您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找到有一個叫設定 從這邊進來也OK 或者是直接從檔案這邊 也可以有一個叫設定 都一樣的 有沒有 進來之後 跟錄影有關的 是在這個 影像這個地方 抱歉 輸出 這裡 但是呢 預設他是檢疫的 有沒有 預設是檢疫的 就是在輸出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檢疫 你把它換成進階的 把它換成進階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錄影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 有一個標籤 這邊錄影 有看到FLV的嗎 這樣有沒有看到其他格式 你可以選了 您可以從這邊換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當你要選擇MP4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小的警告 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說 萬一你在錄製的過程裡面 發生了 比如說意外 比如說軟體跳掉 或當機 很抱歉 你這些 如果你是用MP4的 他並沒有辦法 比如說我錄一半 然後那些會救回來 這樣了解嗎 但是FLV可以喔 因為MP4他的壓縮 這是跟他壓縮的方法有關係 他不是一格一格壓縮 他是前後好幾格 計算之後去壓縮 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只要中間有東西不見了 他就算不出來 他就算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平常 其實還是用FLV錄 我多一個封裝沒關係 但是這樣子 是不是有雙重保險 比較保險一點 這個是您可以考慮的 可以考慮的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 那麼 了解這些概念之後 有沒有老師願意自己來 像剛剛那個老師一樣啊 但是我們要先錄 我們就直接來前面 錄看看 自己錄看看 比較不一樣 剛剛那個老師 沒有按下開始錄製嘛 你現在自己講自己錄 只要你不是藍色小金影 你就OK了 好不好 來